各位观众相信你一定有看屋买屋的经验 但是你自己盖过房屋吗 今天我所在的位置是竹起乡一人村的三子门 我们要来拜访一位艺术大师 他有非常多面向的创作哦 其中石雕还有自己盖房子都是他的强项呢 跟着我的脚步一起去看看吧 当我们下车时只看到有条石头小径可以通往一个小门 拆开这门才发现里头全都是一些很有文化价值的老古董啊 这让我不禁对这位达人更加好奇了 究竟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那边有一位人好像在钓什么东西耶 我来问问看 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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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您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咬一下 昨天上 我问 雜人就是很厲害 專業人 因為這棟我去的 看到這棟外型奇特 有著讓人不驚想一探究竟的建築物 我忍不住要翁大哥 快點帶我去看看他的秘密基地 所以阿翁哥 你家啊 構思啊 你的建築土啊 是都在你的腦子裡面嗎 我都有 我要蓋房子之前一定會用一個草圖 就是草圖 內部空間我都不畫 因為你要找到什麼材料 你會找到什麼材料 你都不知道 連大概的形狀都不變 但是它旁邊的窗戶 或隔間什麼都會變得變去 看你做到哪裡變得對 或是你找到什麼材料 然後就是看那時候的靈感這樣子 但是我是說起初沒關係 其實我不是本業的建築 木屋的建築師傅 所以說我是比較要求就是說 這些料要好 我都大部分就是用人 這個回收的這種 以前的日本時代 還是更早期的一些塊木料 對 因為你去這種房子 你的工法可以很粗糙 沒關係 可是木頭一定要很好 我希望他可以動很久 就比較耐用這樣子 不怕風吹日曬 比較不怕 聽著翁大哥耐心的想法 以及滿滿的抱負 讓我更想進一步的去了解 他以前做過的行業 總覺得他有一種淡然的幽默感呢 因為像現在這支草 我們看到這支 你如果一般沒在棍木屋的人 那絕對是淡掉 因為覺得那是厚的 但是那支是頂級的塊木 頂級的塊木 這一支塊木曾經埋在土裡面很多年 很多年喔 對 它埋在土裡面 它有一些微生物會慢慢把它分解 但是還是沒有辦法說在短時間裡面 那裡把它腐蝕掉 所以這個在你眼裡的話 那個其實都是寶就對了 其實我們台灣很多 很好的東西 但是我們本身台灣人自己不知道 都不懂 為什麼日本人要用那個 日本人最了解的 我們的塊木 我們的塊木就是日本人最了解 但是慢慢慢慢 我們在推廣也有 還是我們這樣蓋的話 有些人來看的時候 他好奇問的話 都慢慢慢慢大家會知道 對 但是會知道不好 會知道古廚跳不掉 了解到台灣塊木的價值後 看到舊房子一棟一棟被拆掉 讓我也能感同身受 翁大哥很想去保護這些年代的老房子 但有些東西 卻只能跟著時代的變遷 慢慢的消逝並且被人遺忘 看了還真有點語心不忍呢 阿勇哥 像這個啊 是不是你當初的設計草圖 對 就只有那種而已 因為我會不會為那種立體 或是什麼 我會不會為平面 但是都會有氣 會有太多 打開的形態不變 這樣子不會跑太多 對 形態不會變太多 所以剛開始的話 真的是再把這個魚尺裡面的水 都這樣子放掉 你要拆掉的時候 一定要拆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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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這塊魚尺和浴缸一樣 你要拆掉馬材 你說拔掉馬材就拆了 這麼快 都不用拆掉 因為這個水路的部分 都是拔拔設計的 所以也不用什麼抽水馬達什麼 都不用 因為我們兄弟都很平衡 其實我後來覺得 應該是有遺傳到我爸爸 就是都蠻有一些創意的思考 但是我覺得我應該我遺傳很多 因為我爸爸的手工很粗 我兄弟裡面我手工很粗 所以說就是先把這個水 先把它排掉之後 然後再釘這個是木樁 木樁 看著阿勇哥當年的設計草圖 讓人讚嘆 這是多麼偉大的一件工程 而且我深信這家族 一定有遺傳父親的手藝 三兄弟都各自大概擁有 自己風格的木屋呢 因為這都是台灣 下去水底的都是台灣定期的塊木 哇 特別挑過 但是那個東西 我是跟美化說台灣定期的塊木 但是他現在的人說 那就是廢料 廢料 廢料 我們說建築廢料就是這個 但是現在的人越來 就是因為我們這種人在用 但是慢慢慢慢的影響更多人會了解 對 不然我早期你去這個家 我查都找的 早期 只要一二十幾年前 十幾年前我幾乎查都找的 完全就是都是撿來用 現在是每一支洗澡就要同買 對 因為他們懂得說已經有人知道這個是好東西 對 已廢木料不斷造屋 翁大哥他收集到越多廢木料 意味著更多老屋被拆 三十年來台灣太多古老木屋被拆除 他的舊木料新造屋 是一種創新 也是一種感傷 那種一定要快木 但是你老了 你如果完全在水裡面 他也是不怕 他還是不怕 對 什麼原理 要叫我說 我無法說出一個絕大財 那就要 但是你這個就是經驗 你有去觀察 所以就知道說 他的那種 木材的那個原本的本質是什麼 他要炒土地要怎麼炒 你叫貴手來要怎麼炒 要怎麼去施工 我們什麼都會了解 那種東西 不能在那裡用說的 你要跟對太太一樣 跟對女朋友一樣 要跟他溫柔 溫柔的對待他 不能向爆你 他就死給你看 悄悄映入眼前的這些生活用品 不管是媽媽們平常炒菜用得到的胃王 還是當年普羅大眾的香水 明星花露水 各式各樣 真的是應有盡有啊 阿翁哥 那我想要了解一下 就是你蓋這個木屋 然後你又說 你又不是本身是這個木工科的 所以我想問一下 你以前他大概是做什麼樣的 嗯 說到這個我很抱歉 因為我做不到一項好的 因為我15歲我就 15歲我就不太太去學工夫 我學工夫那個行業 我曾經很認真去學 也學得還不錯 但是 敵不過整個社會變遷 因為我以前 我以前在做那個工業縫紉機 那是勞力密集的產業 那種產業幾乎都外一樣 可是我就不想出去外面 我想留在 我想要留在這個可愛的台灣 尤其可愛的家裡 對 我最主要就是 因為以前我每天都疼順 就是拆一些老房子 所以才會接觸這麼多工具 那 尤其我們小時候 小時候 我們就是 我們五年級的時候 如果 住在家幾乎大家都不好過 因為就是不好過 所以你對 你對這種老東西的感情 你對這些老東西 你對這些老東西 你想要保護這種心情的皮 應該都會更強烈 會更加倍珍惜 對 就是因為這種情形之下 你可以留這麼多東西 對 對 對 自曹塔坡塞的翁曹勇 石雕作品 現今喊價數萬元 他說漫長的石雕過程 仿若修行 一招一斧磨掉他的脾氣 展露出最原始的赤子心 阿勇哥除了幫社區創作之外 偶爾也帶領當地的學生 教導他們如何從廢棄物中 再創造出第二價值 同時也教他們要身體力行 對 紫萱說叫我說 我這裡什麼收藏 我覺得比較 比較慢一點 或是什麼東西 我挑戰帶你來看一張這個 在一般人眼中 這是完全不嫁給大家一張封鎖 它這個通常都是 在我們以前 我們以前那個年代 就是大家都改善 不可能那大封鎖 是什麼 但是有廠商送日曆給我們 日曆 日曆 月曆給我們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裝飾 而且它這個月曆 泰鎖龍是以前的LV 是我們小時候的LV 泰鎖龍 那它現在來說 它的布料是非常賺錢 對 所以它是那個成衣工廠 不是不是 它專門做學生衣 學生衣 但是 商品裡面這個人 你覺得你的創意是什麼 它應該知名度不輸 我們的馬總統 這樣喔 對 我想說 我實在是想不到 對啊 它到底是誰 你阿嬤就知道 歌飛的天王 歌飛的 歌飛 歌飛 因為在民國五十九年 你那個翻算應該二十幾歲 我為什麼會拿這張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在家裡的過程 我都會特別去注意人的環境 搭那些月曆子 其實如果有一些明星靠明 我都會小心地去把它處理起來 因為我們那個保護 所以它可以留在那邊看 對 沒有這個東西 踏出的過程 沒有人會去看 對 沒有人會去看 對 所以我就會知道 所以我會特別去 這張還蠻完整的喔 這張還蠻完整的 它有價值嗎 絕對沒有 但是那種歷史的價值 對 歷史的價值 懷舊電影海報 也是出自翁曉勇之手 悲情城市 和日君再來 等電影海報 模仿得極為逼真 坐在屋內品嘗美食的同時 也能欣賞 他帶給大家的一趟懷舊之旅 因為你看它這張保鑽 其實這是一張 我們聽說這是保鑽的 我這張保鑽 但是因為有這個 你覺得那也是 那個年代的一個回憶 對 那很多東西 文字還是什麼 其實它就是有那種 那個年代的一些文化背景在那裡 對 不管你是頂級上流 還是說比較不入流的 其實那個都是 那個年代的一種產物 一種文化 對 所以這個其實真的去看的話 有看到什麼嗎 有看到什麼都沒看到 什麼都沒看到 該看到的都沒看到 都沒看到 不該看到的也絕對讓你看不到 各位觀眾別懷疑 真的什麼都看不到啦 當年民風可是還很保守呢 那只是文化的一種描述手法囉 我現在在看現在的小孩子 還是要合他們溝通 其實很簡單 你想 你去想說 我那個年紀 我在想什麼 你就知道他們在想什麼 對 你不要用我們現在的心 那個導演現在的心 對 用我們 我們變成我是那個年紀的人 其實他們在想什麼都 全部都是一樣 都一樣 這樣就很好溝通 時空背景不一樣的是人的生活 幾乎都一樣 有的人說 古早到現在 只是人的三邊 對 人的心 心態幾乎都沒有 就在我隨處亂晃的同時 又找到了這個寶 老古董打字機 相信大家在電影中都有看過 一時興起 就動手敲敲他的鍵盤 沒想到還可以用耶 事實證實 但是機械的東西真的比較耐用 擺這個東西在這裡 有的人會看的 感覺上為什麼會擺這個 他也不知道在什麼 這不是面具 這是以前 我們做 應該是在 做出口的一些洋娃娃 洋娃在噴漆的模具 它有可能會有 差不多七八個以上 它 這個麥酒 它就是蓋著 噴麥酒 有的地方噴嘴 嘴的空的地方噴嘴 偏的空的地方就噴 偏的空的地方就噴了 就是在噴漆的模具 就是做那種出口玩具 都洋娃娃的噴漆的玩具 所以這個你也有 不是 因為我們在想的時候 有的人 甚至他有的人 他也不知道這是怎麼做 那我們就要去做功課 要去問 比如有人來 有好奇你在問的時候 你可以跟他解說 什麼怪奇 阿勇哥真是個名副其實的收藏家 連這種稀有的工業用模具都有 除了這個 我又發現了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登登 防毒面罩 阿勇哥說 他還特地去找日本時代的這張照片 來襯托當時的背景呢 真的是無奇不有啊 厲害厲害 這個是在裡頭 這樣 這個沒有在口水上的啦 對 口水上的另外 這 以前的小孩 用這個都很怕 因為這個有的不來也會刺頭嗎 這真的 這小孩也積的耶 這有的 不來也會刺頭嗎 這真的會刺頭嗎 有的瓣大 沒到的 好 如果大人他就對賣 但是小孩不會控育 小孩 他就是賣到的 你對小孩也沒有 小孩就 所以小孩很愛刺頭 就是會刺頭嗎 他如果對大人賣 因為大人會控育嘛 對 所以說 人家說 你騙小孩就是這樣 騙小孩 這就尾了 這算電動 這個就是 這算電動 這也都退役了 這個東西現在也都退役了 對 這手動的 這電動的 這都退役了啦 原來人家說 騙小孩就是這樣來的 因為以前小孩 比較不敢發表自己的意見 只能默默承受 嘿嘿 看來這剃頭刀 曾經是很多小孩子的心魔啊 感謝偉大的禮秀 將從後 由於他的肇事 我們國民教育的年限 是57年起 由六年 延長到九年 九年 國民教育的實施 不僅是 國民接受 基本教育的 時間延長 機會 普及 同時 也帶動了 教育內容的格型 這幾個 化時代的措施 為我們 國家的前途 帶來了 更美麗的原因 我們要歡喜 我們要歌唱 誒不准笑 那個年代聽到這個 可是要立正戰好的 聽到這個黑教唱片的內容 裡面提到蔣總統 雖然我們有很深入的去了解 但是我想 他一定對台灣有著很大的貢獻 才會被這樣讚揚吧 幸運之深兒童合唱團 以前很有名 以前會藏有名 那都要好捏人的 害怕還可以 也許不管在哪個年代 貧富差距都算是正常的現象 不論是不是很有錢 我想 人生只要認真的過生活 追求心靈上的滿足 自然就富裕了 胃也會有歌啊 這很好玩 那是第二條 第二條那你就用第二個 第二個 這個是第二個 好可愛 這簡直太有趣了 想想這台的年紀 都比我還要大了 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 想必看到這一定 又會讓你回憶其往事 這都得感謝阿勇哥 讓他風華再現呢 子嫻你看這個弟弟是誰 嗯 乍看之下覺得 對嗎 滿面熟的 是不是那個大同寶寶啊 感覺上有一點像 感覺上有一點像 可是我沒有完全做到跟他像 就是說 其實石頭的表現 那邊就是那個形體出來 我是 蜘蛛和嘴給他 就是加強一下 全部的造型 我也沒有那個擦性 因為石頭的東西 他就是給他天然 然後我們這個大同寶寶寶寶 bench 他比較勞 他生活應該過得也不錯 因為他有在打高爾夫 真的嗎 而且它要出國 你看這邊 對 其實這是頭額寶 因為我們 我們不可能把所有的照片 放掉嘛 那我就幫他做造型 就是你要看成它是一個旅行帶 還是高爾夫球帶也可以 就是給牠拍一隻椅子 牠會拍一隻椅子 不然我們就不用把多餘的地方放掉 所以阿隆哥在石頭上面也是滿有想法的 石頭我大部分都會順著石頭走 石頭什麼造型其實我不要很多的修飾 這間其實已經比較減少了 因為它就是一個形狀就是大同寶寶 不然一般我去夾動物造型 我都會隨他的石頭的走向這套 雲舊喜愛繪畫的艾勇哥 一頭栽入石雕世界 努力練習技藝 在興建水上屋過程中 藏到竹起山區或牛酬溪河船 找大石塊 一面蓋屋 一面透過石雕找靈感 從豐師爺到大同寶寶 想到什麼 雕什麼 客人還沒進屋看到擺在湖邊的作品 都紛紛巡價收藏呢 就不會很刻意的去做一個 因為這都是一個圖像 感覺上就一隻貓咪很休閒躺在這裡 而且又可以種個花 因為這陣子比較沒用 所以這裡都沒在照顧 所以就是都順應 那個石頭原本的形狀去做創作 從阿勇哥口中能了解到 石頭就是一種天然的東西 不去破壞它原有的模樣 只順應著石頭做加工 把石頭的自然美保存下來 這何況不是一種特別的藝術呢 如果上面你想要刻一隻無尾熊 上面你就要打掉 我沒希望把它打掉 你就變化一個東西出來 所以就是一個鳥巢這樣子 爬一棵樹上面一個鳥巢 原來在藝術家的眼裡 生活就是藝術 他們從生活中得到靈感 因此創作對他們來說是不分時空的 生活就像是活教材一樣 所以其實認真看都有一些造型在石頭上 它已經有一個恢復原來 石頭你把它打下去它會變很新的 但是它又恢復天然 它還會有一些什麼地衣還有什麼再回來 在這裡我看到很多老古董 阿翁哥告訴我 一般人看到這個真的當作垃圾 但是在他眼裡都是無價的 因為和他小時候的生活環境息息相關 尤其特別喜愛台灣的舊時代 450年代那種氛圍 這裡是手嘛 一本是一邊拿筆嘛 一邊拿一本書嘛 嗯 石頭做成的風獅爺 不僅威嚴又具神秘 讓我有種肅然其境的感覺呢 魚以前在打這個都有含 這個我也是一樣頭上 頭上沒想要把它打掉就打一個石墨 它其實嘴巴有點像魚 身體像獅子 腳又有腳 它算是麒麟 麒麟的化身 看得懂了回頭 其實麒麟在中國的話 你要睡本椎圓到最後是長頸鹿 是長頸鹿 是長頸鹿 因為那個蜥蜴進口 從河沙漠地帶 它有長頸鹿進口到中國 沒有人看過長頸鹿 但是互惠傳說互惠傳說 到最後那些圍船就是齊鹿 回想當初回鄉建造這棟水上屋 阿翁哥說 其實家人一開始並不看好 但他卻自許是湯姆歷險記裡的頑童哈克 宜然而至德 他說自己堅持理想的東西 一開始是沒有人會支持的 因為沒有看到撐過嘛 就像哈克都完全沒有什麼要求 得到一批寶藏 他竟然不要那一批寶藏 就送給人家 花過自己的日子 這何嘗不也是一種人生哲學呢 從這個自己動手獨立造屋圓夢的不可能任務 在阿勇哥強烈的環保意識下 配合自己堅強毅力跟執行力 畫下精彩人生故事一張外 也凸顯人的潛能無窮 沒有不可能的事 而阻礙是激發鬥志的催化劑 更證明未成功找方法才是王道一途 作詞・作曲 李宗盛